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 大家上午好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哲学导论的讲堂 哲学对于我们所有的同学都不能算陌生 在我们过去的学习生活中间 大家不断地接触到了哲学 而哲学在当今世界和当今中国到底有什么作用 这个事情是需要我们来专门地进行学习 研究和思考 围绕哲学导论 我们想给大家一块交流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哲学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与特点 第三个问题是本体论 第四个问题是认识论 第五个问题是价值论 第六个问题是人的哲学 我们这个总体的思路是用前两讲来就哲学的一些一般的问题 做一个分析和介绍 然后我们讲四个分支哲学 也是在哲学里边比较集中 比较引人关注 也对人类哲学思维的发展 发生了重大作用的这么四个问题 本体论 价值论 认识论 人生哲学等等 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既要谈到历史 也要谈到现实 既要谈到宏观的 也要谈到微观的 欢迎同学们就自己关注和思考的问题进行提问 第一讲 我们首先来谈一下哲学到底是什么 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副标题 是希望以真正哲学的方式研修哲学 什么叫真正哲学的方式 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 研究和讨论的 围绕这个问题 我们想谈以下几个方面 从围绕哲学的真论谈起 来讨论哲学产生的条件和哲学的基本规定 首先我们从围绕哲学的争论谈起 翻开任何教科书 或者走进任何一个哲学的课堂 老师们都会直接地告诉大家 哲学是什么 哲学是世界观 哲学是价值观 哲学是历史观 哲学是人生观 哲学是辩证法 哲学是方法论等等 但是呢 在这一些直接的 看起来非常清晰和明了的 这一些哲学的界定背后 却产生着对这一些哲学界定的一些争论 比如说 第一个争论就是 哲学到底有定论还是无定论 武汉大学有一位著名的学者 陈修斋教授 他曾经在武汉大学的学报 1988年的第二期发表过一篇文章 叫关于哲学本性的思考 而这一篇文章发表之时 也正值我获得博士学位不久的时间 我当时读了这篇文章 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他说 哲学的本性就是无定论 而且这一种无定论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 对于哲学的定义无定论 第二 对于哲学是否应有或能有公认的定义无定论 也就是说 不仅仅对定义有没有有争论 而且应不应该有统一的定义 大家也有不同的看法 第三个方面 就是对于哲学所讨论的许多问题 也都无定论 很多问题都是在哲学中一直讨论 两千多年直到现在 仍然争论不休 存在着非常不同的看法 他说无定论正是哲学的本性 只有无定论的问题 才是真正的哲学问题 而真正的哲学问题总是无定论的 所以他说 如果一旦有了定论 则它就是科学问题 而不再是哲学问题了 所以在我们看来 他的这样一种关于哲学有定论还是无定论的提出 和它的考虑值得我们来思考 大概是在与他这一篇文章发表的前后 有一个叫李光诚的先生也说过 他说从原哲学的观点看 哲学最根本的特征 就是没有一个适用于一切哲学的定义 他说哲学的不可定义性 正在于它有无数个定义 他倒是给哲学做了一个界定 他说哲学是一种没有统一对象 没有统一问题和统一答案的智力探险活动 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国哲学界的最高级别的杂志 叫哲学研究 而且正好也是87年的12月 和陈修哲先生的这篇文章 大概前后差不了太多的时间 这说明了一个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 哲学研究在中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而经过一段时间的探讨反思以后 人们不约而同的提出了一个问题 原来我们以为有定论的哲学 是否真的能够有那么明确的 清晰的 统一的和公认的定义 那么再往前回溯 我们注意到最著名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哲学大师 黑格尔先生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他说哲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与别的科学比较起来 也可以说是一个缺点 那就是我们对它的本质 对于它应该完成和能够完成的任务 有许多大不相同的看法 也就是说在他看来 哲学中间存在着很多 对于定义 对于问题 对于理议 对于它的结论的争论 所以我们想到底应当是有定论的哲学 还是无定论的哲学 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 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 欧阳老师你说哲学无定论 那你凭什么说我们还有一个哲学史呢 你怎么样能够说一些学者不是文学家 历史学家 法学家 政治学家 而是一个哲学家呢 我倒想后边我们会谈到 哲学它还是有一些比较根本的问题 而这一些问题汇聚起来 或者比较起来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不同的哲学流派 哲学家 哲学作品之间 还是有那么一些共同的特征 而这一种特征 如果借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 那就是各种哲学之间 还是有一种叫做家族相似 那么第二个方面的争论呢 就是哲学到底是万能的还是无用的 那么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哲学万能论的时代 其根本的特点呢 就是希望哲学能够去解决 人们的生产生活中间的所有的问题 尤其是它能够直接的去解决 把哲学直接运用于各种生产与生活的活动 于是呢 就形成了一个叫做全民学哲学 全民用哲学的时代 那么好像我们的生活中间 直接的充满着哲学的问题 尤其是大家直接可以运用哲学的方法 形成了一个各种哲学形态 与人们的生活形态直接关联的这么一个状况 比如说当时有所谓田间哲学 地头哲学 板凳哲学 桌子哲学等等 那么所有的对象都被人们关于一种哲学 然后试图以他们所理解的哲学方式来解决它 尤其是在一定的时期 也产生了斗争哲学 那么这样一种哲学呢 使得我们的人与人关系变得比较的紧张 也使得整个社会生活出现过一度的混乱 由于哲学实际上不太可能达到这样一种万能 于是人们说哲学是无用的 大家开始贬低哲学 轻视哲学 忽略哲学 于是哲学走到了社会生活的边缘 有的人甚至说哲学有什么用呢 又不能够解决衣食住行 又不能解决我们的日常生活 那怎么呢 那叫哲学无用论 有一段时间人们都在说 经济繁荣 哲学贫困 而实际上哲学到底有什么用 恩格斯就曾经这样说过 他说一个民族 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 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而德国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 他也曾经这样来描述 人们对于哲学的 这样一种比较简单的看法 他说 常有人将哲学这样一门学问 看得太轻易 他们虽然从未致力于哲学 然而他们可以高谈哲学 好像非常内行的样子 他们对于哲学的常识 还无充分的准备 然而他们可以毫不迟疑的 特别是 当他们为某一些宗教的情绪 所鼓动的时候却要走出来讨论哲学 批评哲学 黑格尔非常风趣地说 他说他们承认要知道别的科学 必须先加以专门的研究 你要成为一个数学家 物理学家 化学家 你必须去专门进行研究 而必须要对该学科有专门的知识 方有资格取下判断 比如说 他举了一个最具体的例子 他说人人都承认 要做成一双鞋子 必须有鞋匠的技术 虽然说每个人 都有他自己的脚作为模型 而且也都有学习制鞋的 天赋的能力 但是呢 如果他们没有经过学习 他是不敢轻易地去从事制作的 而唯独对于哲学 大家都觉得似乎没有什么研究 学习和费力从事的必要 而他们可以对哲学做一番夸夸其谈 所以黑格尔的这样一个话 对于我们来讨论哲学的万能论 还是无用论 也是有非常积极的帮助的 第三个方面的争论 那就是哲学的永恒论 与哲学的终结论 那么首先呢 我们过去大家都知道 哲学并不是伴随 人类文明与生居来的 它是人类的思维 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的时候的产物 但是我们过去确实没有想象过 当人类文明还存在的时候 哲学却已经率先的消亡了 哲学尽管并不是随着 人类文明的发生而发生 但是呢 它却有可能 但随着人类文明还没有完成就消亡了 对这一点 人们过去是没有这样的考虑的 但是呢 近一些年来 在世界的哲坛 却出现了一种宣称哲学终结的论调 很多人都在那儿要据刺 作为阿基米德典的哲学 宣布哲学的终结 死亡 毁灭 你比如说 著名的德国哲学家 海德格尔 他就提出 要摧毁 行而上学 迎来哲学的终结 其实大家也知道 他是一个哲学的大师 但是他却以宣称哲学的终结 作为自己的一个棋子 而利维拉斯说 哲学总是研究超验的东西 超验的东西 应当是要毁灭的 德里达认为 过去我们在整个的人类哲学思维 理论思维发展的过程中 他所贯注的 都是一种同一性的思维 而现在要结构同一性的思维 结构 形而上学 以至于结构哲学 而美国著名的哲学家罗蒂 他曾经写过一本书 叫做《后哲学文化》 或者叫《哲学与自然之境》 他说 传统哲学观念和哲学的思维方式 到了今天都应当终结了 他主张要进入一种 所谓后哲学文化的时代 那么哲学到底应当是永恒的 还是现在就应当当终结 我想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 也是非常值得去研究和讨论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讨论一下 哲学产生它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条件 古希腊最著名的哲学家 在谈到科学和哲学产生的时候 他曾经列举了三个重要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叫闲暇 第二个因素叫惊奇 第三个因素叫自由 那么这一种情况呢 直到今天为止我们仍然认为 它对于我们了解哲学的原始发生 和了解每一个人的哲学思维的发生与发展 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它们 首先是闲暇 学习和研究哲学 为什么需要闲暇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其实哲学是产生在一个特殊的时代 那就是当社会生产力 比较发达了 那么有了一定的剩余产品 能够让一些社会的成员 不去直接参加社会生产 比如说狩猎 比如说耕种 它也能够活下来 它能够吃别人创造出来的产品而生活 而它自己专门去从事一些精神生产的活动 而从历史上来看 这就是古希腊的城邦时的 而从社会的分化的角度来看 大家知道整个的人类社会 有一个突出的特点 那就是逐渐地走向了分工 而这一种分工中间 一个重要的分工 就是体力和劳力的分工 那么在一个比较原初的时期 大家都只有去从事那个繁重的体力劳动 才能够真正创造出人类或者当时的一定的社会群体 所需要的物质资料 生活产品 而到了一定的时期以后 一些人从中间分化出来 他们不再去从事体力劳动 而是从事劳力劳动 包括文学 历史 哲学这样的一些生活 尤其是进行比较专门的哲学的思考 而从哲学家的个体来看 他也需要人的心境的一种宁静 从容 大家知道我们如果天天忙忙出乎的 如果天天处于一种紧迫的状态 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 这个时候恐怕是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思考 所以我们说当时的希腊哲学家 今天回过头来看 大都是出生了一些比较富庶的家庭 在这个里边 他们家里边能够让他们比较清闲的 悠闲的 从事他们的哲学和一些精神的创造 而第二个方面就是旌旗 大家知道旌旗其实产生于人类智慧 智慧剩余就会有旌旗 如果我们人类的智慧还不足以 应付日常生活中间的各种挑战 这个时候他也顾不上去发现 一些看起来比较精益的一些现象 而从主体的角度来看 它其实就是人类或者个体的 理性能力觉醒的一个标志 柏拉图就曾经这样说过 他说旌旗是哲学的感受 哲学始于旌旗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对于世界 各种现象背后的原因 原因的复杂性的这样一种好奇 人们很难想象 能够去探索这样一些非常艰深的 也许感到困难的一些问题 而从哲学思维的过程来看 旌旗实际上是对于无知的一种自查 也就是自我意识 所谓旌旗就是发现了一个 我还不知道的事情 我还没有想过的事情 或者我还想的不清楚的事情 或者还想的不深不透的事情 而从功能的角度来看 旌旗它是一定的民族 或者一个个人的生命力的表现 能不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不断地发现那些值得特别关注的一些现象 尤其是当一种新现象发生的时候 你能不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它 而且能够对它进行深度的思考 其实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理性能力的一种考验 亚里斯多德就这样说过 他说由于精益 人们才开始了哲学的思考 其实我自己学习和研究哲学 也经历过这样的过程 如果回顾我自己对于学习的关注 在很大的成分上来源于对于死亡的恐惧 和由于死亡而带来的对于永远的思考 而哲学的第三个条件就是自由 学习和研究哲学意味着自由的思考 哲学应该说是以自由作为条件 那么面临着那么复杂的世界 面临着复杂现象背后的原因追问 面临着多种原因中间的根本原因的考察 人们一定要解放思想 要开放思想 黑格尔就曾经这样说过 他说思想的自由是哲学 和哲学是起始的条件 人向往自由 自由是人类追寻的最高的价值 而这一种价值通过人类理性的超越性表现出来 而这样一种表现具体的反映在我们的哲学思考 哲学的探究与哲学的创造中间 而我们认为对于哲学的自由来说 首先要有一定的社会的自由 可以说社会的自由为哲学家进行自由的哲学思考 创造必要的条件 如果做一个历史的考察 古希腊哲学为什么能够得以发生 其实从当年的著名的哲学家 苏格拉底开始他们就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 那就是哲学中心向雅典的转移 而雅典当时正是希腊的民主制的发祥地 那么这样一种社会给人生存 生活发展和表达思想的自由 其实是哲学家能够从事自由的思考 而对于哲学家的个体来说 他的人生自由与生命的活力 也为哲学思维提供了文化的基础 亚里斯多德就曾经说过 哲学是唯一的一门自由的学问 我想他对于哲学和自由的关系 值得我们去学习和研究 第三个问题 哲学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基本的规定性呢 或者哲学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从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一个关于哲学的界定谈起 那就是哲学就是爱智慧 它是一种智慧之学 甚至可以说哲学帮助人类去追寻那个最高的智慧 大家学习和研读英语的时候都会注意到 哲学一个词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philosophy 其实源于西方 而西方的philosophy 是来自希腊的菲林和索菲亚演化而来的 菲林实际上在希腊文里边 是爱追求的意思 而索菲亚是智慧的意思 合起来哲学就是爱智慧 追求智慧的学问 而在我们的中国文化中间呢 恰好也是 在我们中国字里边这个哲啊 恰恰也是智慧的意思 在我们的尔雅 在苏文解字 在孔始传里边都有这样的解说 叫做折字也 也就是在我们中国的汉字里边 折这个字就意味着智 智慧 智慧的探索 那么philosophya 在明代的末年被传教师利玛窦带入到了中国 它带来了西方的很多文化文明 也帮助中国人了解了西方 在当时呢 哲学被称为爱智之学 后来十九世纪日本学者西周 首次将汉语用哲学来表述 而这样呢 提出了中国文化中间的一个组合名词 叫做哲学 而中国近代的思想家王尊献先生 于1896年将日本的哲学引入到了中国 所以我们说哲学这个组合词 其实是一个外来词 但是呢 在我们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史上 它都有这么一种基本的含义 那就是爱智慧 那么什么叫智慧呢 古希腊著名的辩证法家 赫拉克利特 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他说智慧啊 只在于一件事 就是认识那善于驾驭一切的思想 大家要注意 智慧不仅仅在于认识对象 更重要的在于认识思想 也就是认识我们自己 他说啊 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 而古希腊的古典唯物主义者 德木克利特 他曾经给哲学做过这样的借地 他说医学 治好身体的毛病 而哲学呢 却可以解除灵魂的烦恼 所以他认为哲学一个词啊 如果我们要学习它 它的关键的含义就在于 很好的思想 很好的说话 很好的行动 其实这是哲学 可能给我们带来的积极的功用 亚里士多德认为啊 哲学不仅仅爱智慧 哲学更重要的关注的 还是头等智慧 什么叫头等智慧呢 他认为智慧是可以分出很多的层次的 你比如说从无机物到有机物 从生命的低等形态到高等之内 从低等的动物到人类 其实就是一个智慧不断提升的过程 而对于人来说 也有很多不同层面的智慧 生活中间我们都有一些生存智慧 也有一些生活智慧 也有一些生产智慧 也有一些交往的智慧 而哲学是最高的智慧 叫头等智慧 所以他说哲学的智慧的活动啊 被公认为所有美德活动中最愉快的 大家看 他把哲学的智慧与美德联系起来 又和愉快和快乐联系起来 给了我们一启示 我们说在人类的所有价值追求中间 还有比美德快乐更重要的吗 他还曾经专门谈到 哲学是唯一的一门自由的学问 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 对哲学的界定 我想也许更值得我们来品味 他说哲学它的地位是什么呢 可以举一个例子 打一个比方 他说就好像一个有文化的民族 如果没有哲学 就好像一座庙 其他的方面都装饰得很富丽堂皇 却没有至圣的神一样 大家想一想 如果一个庙里边没有神 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那就没有灵魂 那就没有魅力 不可能产生吸引力 所以他又说到 他说哲学的活动 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机械的活动 而他是思想世界 智慧世界 如何兴起 如何产生的历史 人之所以比禽兽更高尚的地方 就在于他有思想 所以他说在哲学史里边 我们了解的运动 乃是自由思想的运动 所以这样一种爱智慧的活动 表明了人类的一种价值取向 那就是要不断地探索 变革与创新 这两张图片 其实反映的就是人类 从古至今 一直有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追求 那就是认识你自己 左边这一张图片是德尔菲神庙 德尔菲神庙是人去拜神的地方 但是在这一个神庙的门口 却刻写着五个大字 叫做认识你自己 右边这一张图片 就是那个著名的斯芬克斯 这是我在德尔菲神庙的博物馆里边 拍照的希腊人 创造出来的斯芬克斯 大家看他非常的秀美 我看到以后非常的激动 大家都知道那个斯芬克斯之谜 他的一个拐挤的河口 像过往的行人 问着同样的问题 有一种动物 早上四条腿走路 中午两条腿走路 晚上三条腿走路 这个动物是什么 如果你能够回答出来 你就过去 回答不出来就被吃掉 很多人都被吃掉了 出来了一个智者 智者说那就是我们人嘛 我们人在他的早年的时期 能够爬行就不错了 用四条腿走路 而到了成年 直立行走 用两条腿走路 而到了晚年 腿脚不灵了 坐上一根拐杖 用三条腿走路 这就是我们人类 所以这样一个斯芬克斯之谜 实际上所反映的 就是我们人类的自我认识 而这一种自我认识 对于我们今天 仍然非常重要 它不仅仅揭示了人 作为一种特殊的类 它所具有的直立行走的 体质人类学的特征 更重要的在于 它揭示了人 制造 保存 和使用工具 这样一个能力 所以我们说 哲学 从某种意义上 就其根本的价值 就帮助我们 认识 我们自己 而哲学的第二个方面的特点 我们把它叫做 自极性 是一种自极之学 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中间 哲学在哪里呢 我们认为 就在有限的科学 与无限的神学之间 其实在有限与无限之间的边界 有一条线 这一条线在我们看来 叫做极限 极限呢 用我们能够想到的概念来说 那就是最大 最多 最广 最全 最高 最深 最完整 最根本 最彻底 但是仍然是有限 我这个地方 我用了我能够想到的 各种各样的方面 大家也还可以加上 其实大家想一想 人们的理性思维 能够达到的地方 总是有限的 就像我在年轻的时候 去思考那个死后的永远 我能够想到的永远 都是有限的 而真正的那个无限 我们有限的思维 是很难进入的 那么人们进入到什么地方了呢 进入到一个极限 所以我以为 哲学思维最重要的一个功能 就是追寻极限 我把它叫做至极 这个至可以说是一个动词 极就是极限 那就是人类的理性思维 天然的有一种倾向 要去追寻极限 趋向极限 达至极限 而这样一种极限性的思维 可以说是哲学思维的重要的特点 它总是不满足于 人类理性已经达到的程度和水平 而要不断地去进行追问 而这一种极限呢 它的哲学的表达 就是终极存在 那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本体论行而上学 他们在研究世界上到底什么东西是最终的存在 最根本的存在 最本源的存在 而他们要去探寻在这一些存在背后的原因 我们把它叫做终极的原因 而人们为什么会知道它是终极的呢 关键在于有终极的认识和终极的解释 人们需要探寻真理 这就构成了我们的认识论 认识论其实就是在讨论 人们如何去达到 客观普遍性的 必然性的知识 而在所有的知识和活动的背后 还有一种东西 那就是终极价值和终极的意义 而这一点恰恰是 驱使人类进行活动的 非常重要的方面 那么有了极限 会不会就是一个终止 一个终结呢 不是 在我们看来 有了极限 人类理性并不会满足 人类还要不断地去追寻 还要去超越 那就产生了哲学的第三个特征 那就是超越性 它是一门超越之学 我们说尽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限的 但是我们却努力地想去追寻无限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把握极限的边界 然后要去挑战极致 挑战极限 所以亚斯贝尔斯也曾经说过 从事哲学就是从事超越 而这一种超越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直接地看起来是知识的超越 是理论的超越 是思维的超越 而对于我们更多的人来说 其实是一种人生的超越 是一种境界的超越 我们中国的著名学者冯友南先生 就曾经这样来介绍 他说哲学是使人作为人 能够成为人 就是说他讲的这个人 是一个大写的人 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人 是一种具有超越性的人 而不是使人成为某种人 某种什么人呢 某种具体的人 数学家 化学家 物理学家 等等等等 也不是成为一个工程师 成为一个工匠 他说其他的学习 如果不是学的哲学 它都是使人能够成为某种人 既有一定职业的人 而学习哲学却可能使得我们成为真正的人 大写的人 冯友南先生曾经提出了人生四境界说 他说人啊 从生下来到老死 从平凡到从高 大概可以分为四种境界 一种叫做自然境界 一种叫公立境界 一种叫道德境界 一种叫天地境界 我们说学习哲学 帮助我们的人生境界不断地超越 我们所有人都不可能不是自然存在 但是我们要超越我们的自然 我们所有人都不可能 不受到世间的功力的诱惑 但是我们却不能仅仅追求功力 我们每个人都要立足于道德 去追寻崇高 争取达到一种天人的境界 第四个特点 它是问题系 问题之学 哲学怎么超越 哲学的超越最重要的 就是要把现实中存在的各种现象 现象背后的原因 原因的矛盾与冲突来加以追究 因此把它们转化成为问题 所以我们说哲学是以问题的方式来把握世界的 著名的哲学家也是科学家 培根先是曾经说过 他说如果你从肯定开始 必将以问题告终 而如果从问题开始 则将以肯定结果 所以我们学习和研究哲学 要善于转换 把世间的存在现象转化为问题 而哲学问题的形成产生于怀疑 我们明代的方以智先生就曾经说过 善疑者不疑人之所疑 而疑人之所不疑 大家都在怀疑的 那就是大家都已经认识到的东西 而人们在常识中没有看到的东西 在复杂性中忽略了的东西 如果我们能够去加以怀疑 加以探讨 我们却可能产生一些新的思想 我们认为哲学它的问题 与日常生活中的问题 其实是有所区别的 日常生活中间 人们也在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工作中 学习中 生活中都会有很多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 那个著名的科学家牛顿先生 当年就为了追寻第一推动力 用了晚年的十年 来进行这样一种探索 而结果是没有能够得到发现 于是他只好把它归结为上帝 牛顿先生的失败的探索 给人类以启示 我们的人类要不断地去追寻 探索 变革与创新 而哲学的体系 就是一个问题的体系 然后让我们学习的阶段